嗨,大家好吗?欢迎来到Kitchen Sonata 今天要用鸡胸肉和豆腐来做鲜嫩都汁的炸鸡块 大人们可以配着啤酒聊天时享用 小孩子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做法非常简单,让我们来开始吧 400克鸡胸肉剁碎 先切成长条,这样剁的时候比较容易一些 诶,别跑,这个鸡蛋是不是着急了 那就先把它打入碗里单用吧 鸡蛋可是个好东西 不仅蛋白质含量高 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很丰富 而且它的氨基酸的组成与人体非常接近 也就是说非常好被人体吸收 放入200克的木棉豆腐搅拌均匀 再加入两颗鸡蛋 三勺淀粉 一勺盐 少许黑胡椒粉 一勺蒜粉 如果没有也可以用鲜的蒜来代替 三大勺的蛋黄酱 像搅拌饺子馅一样的手法 多搅拌一会儿 这样口感不会太松散 这样就可以下锅煎了 倒入比平时炒菜多一些的油就可以了 油热了之后再下锅 下锅之后转成中火 鸡肉和豆腐都比较容易熟 每面煎两到三分钟即可 这个色泽是不是很诱人呢 看起来就很有事欲 自己在家做的既简单又放心 这样一大盘的美味鸡块就做好了 再配上一杯冰冰凉凉的气泡酒 在这烈日炎炎的夏日 你还需要什么呢 每一口食物都应该用心对待 因为我们只活在当下 好了 那我就开始享用我这个美味的鸡块了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